接下来关心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了 我们来看到目前呢 这是在桃园的石门水库的即时影像 在今天呢 您可以看到天气状况是蛮不错的 整体说起来呢 由于受到东北季风减弱的影响 因此北台湾的天气也会开始慢慢变得比较稳定 白天开始温度也会逐步的回升 卫星云图就要告诉大家 今天呢 其实还是受到一点点东北季风的影响 所以在迎风面 天气比较凉 包含了北部跟东北部都是如此 降雨的状况呢 则是已经封面的东半部 另外就是在午后西半部的山区 也是有一点点下雨的机会 其他地区呢 整体说起来都是多云的晴的天气形态 温度方面 北台湾的低温18-19度 其他地区的低温21-23度 高温方面呢 北台湾从白天开始 温度就会开始略微回升了 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 高温23-25度 其他地区则是有26-31度 南部地区不受到任何影响 如果是近山区的话 温度很可能还会来得再更高一点点 不过呢 中南部在今天日夜温差有点大 南来北往的话 温差也是蛮大的 提醒大家 五一劳动节这一天 如果有放假的朋友 外出活动 还是要务必留意一下 温度上的状况了 另外呢 还要提醒各位的是 东北风偏强 所以桃园到嘉义 以及恒春半岛的沿海空旷地带呢 都会容易出现八到九级的强震风 如果要从事海边活动的话 务必要留意安全 本周的天气状况到底是如何呢 气象局特别用了一张图哦 要来告诉大家 您可以看到 本周的天气 东半部是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山区少部分 午后有降雨的情况 周二开始气温会慢慢的回升 周末的时候要特别留意 有封面报道 我们先来看到哦 周一东北季风 北台湾的天气 依旧是稍凉的 不过呢 从周二开始温度 就会慢慢的回升了 您可以看到 从周二呢 一直到了这个周末前 整体说起来 都是温暖偏热的状况 但是呢 要特别留意的是 很容易出现局部的高温 封面就从礼拜六这一天 会慢慢的接近 好 周末开始雨神就要报道了 而且是首波的梅雨封面 到时候呢 受到这个冷空气 跟雨淡的影响 不但会下雨 同时呢 温度也会有感的下降 您可以看到 周日开始 封面就要通过了东北季风 也会慢慢的增强 到时候呢 降雨范围就会逐步的扩大 温度也会有感的下降 最后我们要来看到 今天的天气小叮咛了 提醒大家 日夜温差有点大 难来悲忘 同样也是如此 要特别留意 这个衣着上的变化 另外呢 要告诉您的是 中南部在今天 空气品质依旧是蛮糟糕的 亮起了橘色提醒 如果你本身是过敏族群的网友 务必还是要把口罩戴好戴满了 以上呢 就这一节气象资讯提供给大家